佛所得知无上菩提 名为佛道 法华间方便遍远 佛是圆满觉悟的人 菩萨虽然觉悟没有圆满 圆满就叫成佛了 佛道对自己来说 求佛慧而做 这是对自己 对众生来说呢 决定是以一尘法 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一尘是臣服 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 臣服去啊 帮助他臣服 还不够啊 不圆满啊 一定要帮助他臣服 那么在 无量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法是臣服的方法 门是臣服的门禁 啊 门道 门是门户 道是道路 臣服之道 啊 无量无边的门路 最方便 最殊胜 最稳当 最容易成就特高的 无过于念佛 往生弥陀净土 加弥陀佛 那为什么呢 祝佛菩萨都有净土 一切净土中 唯独弥陀净土最殊胜 他的特色 那是纯粹的教学场所 我们现在成立为学校啊 极乐世界是学校 啊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 特别自知区 这个特别自知区里是真特别 没有政府 没有过行过夜 我们讲一般社会 没有 它是个社会 是个非常单纯的社会 学校 它是个学校 啊 这个学校里头 只有两种人 讲经教学的是老师 是阿弥陀佛 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 都是学生 啊 学生里头有菩萨 有声闻 有圆局 有天道 有人道 还有三个道 那为什么卧道也能往生呢 卧道往生的这些众生 都是过去身中 在天人两道 所修的 功德 啊 前面说了 临终一念糊涂 度三窝道 啊 由于它善根深厚 所以 在三窝道里面 也会遇到佛菩萨 佛菩萨度他们 就特别好度 啊 他有善根 他不是没有 啊 在窝道里面 也是祝大家的好样子 让这些同律的人 看到了 生起献献呢 也发愿 念佛求生前途 那他功德就大了 啊 所以 我们对于悟道 对于小动物 云飞软动 不可以侵蚀 它跟我们一样 有灵性 啊 只是业障息 比我们重 这个话 不是 不是决定的 不是绝对的 那 动物里面 有一些 我们的业障 比他重 他比我们重 他遇到佛法 很容易得度 我们遇到佛法 这一生未必能得度 于是 我们比他还比不上来 啊 对一切众生 一切万物 要用这样的心态 去看 对我们自己 有无量的理了 啊 古人常讲啊 后道啊 我们确确实实走向后道 啊 啊 众生 无论做什么样 惡劣的事情 不要去责怪他 啊 啊 不要去批评他 要用真正的慈悲心 爱他 帮助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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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自己知道 忏悔 啊 自己知道 认错 他的进步就非常快啊 他 他 帮助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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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助他